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晃眼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很快速的这几年连续的 2019年2020年2021年 我们连续交付了三艘31号海南舰 32号广西舰 33号安徽舰 三艘075型的两栖攻击舰 这个一下子就交付使用了 要知道两栖攻击舰是仅次于航母的大型的 当然它是两栖战舰艇 它是单独的一个类别 你要知道俄罗斯当年为了买这个 法国的西北风费了多大的劲啊 最后还是没买成啊 我们周边再看看 韩国原来有独岛号的这个两栖攻击舰 日本有大雨级的两栖运输舰 后来又搞了这个 它叫这个日向级的和出人级的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两栖攻击舰的 这样它改成准航母来使用这一块 我记得大雨级 01年我到日本去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 当时在五岗到这个江连岛上去 在五岗那个坐它的这个交通艇的时候 从那个大雨级旁边过 我就感觉到好半天都在它那个阴影里面 因为它舰艇比较长啊 这个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大的舰艇了 这个所以感受比较深 现在我们的两栖作战舰艇的能力 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 为什么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需求 我们有维护我们的远海的岛屿的这个 主权安全的问题 还有一个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 我们要施加我们也就是在一些冲突地区 我们要撤侨啊这些活动 两栖舰艇就比较好的能够满足这些需要 它的这个五倍程度不是很高 它有一定的自卫能力 但是它可以执行这种非战争的这种撤侨啊 还有一些救援的这样任务 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节目也谈到 2022年的1月份 我们当时用这个两栖船舰艇 去运送相应的东西到救援装备 到这个汤家去进行这个救援等等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它两个行动 我就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 就是当年那个印尼海峡危机的时候 我们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 但是那个美国人后来公布的 在他的这个国防部网站上公布的这个照片 是美国大兵那个两栖空机舰 他去的 然后直升机把这个物资去分发的 结果分发的物资上面大家看到 全是中文的汉字 而且是简体中文 这个照片 这个过去了 已经过去十多年时间 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这个留下深刻印象 分发都是我 那简体中文肯定是大陆提供的这个物资 这个救援物资 但是美国人在分发 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 我们将来就在我们自己去分发我们的物资 你人家感谢的是感谢美国大兵 把东西送过来 他没感谢你这个 谁提供物资它不重要 谁把它送到手重要 所以这个能力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能力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种 除了这些意义之外的话 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对我们两栖作战来说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维护我们的岛屿主权的安全等等 实现国家统一这个 对两栖作战都有它的特殊的需求 那么两栖作战这种大型舰艇的出现 特别是像零旗五行的这个舰艇的出现的话 就改变了传统的两栖作战 传统两栖作战主要是泛水边波 我的船 人通过船或者是通过这个突击车 我上路去 现在我可以通过直升机 垂直的登陆 这个垂直投送 而且往往抗登陆作战是最难的 背水攻坚是最难的这个一种行动了 你像那个二战期间组织的这个 诺曼里登陆 蒙民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到一年一两年的时间来准备 最后还是伤亡很大的 这个在诺曼里滩头伤亡很大 那么背水攻坚它的难度很大 但是我有直升机我可以绕远 我不用这个正面对抗 我可以从背后来 从不同的意想不到的方向 从空中来 你这个防御的力量 因为你这个海岛防御的话 你既要防这个正面 又要防空中这个难度多大 好汉南敌四手吧 而且我从空中来 你要它藏在掩体里面 你肯定要打击抗登陆作战 它肯定要在掩体 一座掩体这些 你这个对空的防护能力就比较差 所以它改变了这种作战样式 提升了我们的垂直登陆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